IC梦想家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欢迎加入今天的IC梦想家 我是路易珍很开心在心仪天上午11点钟跟大家打招呼 那这是10月的第一个星期天 节目呢也非常开心 今天的嘉宾呢是邀请到罗世淑伟的共同创办人李志敏执行长 他非常的年轻 他是用非常多人工智慧的学习 让他的游戏 让艺术的展览 甚至他今天讲的故宫的博物院好像栩栩如生发生在你的面前 今天我们就要透过他的角度和业务来聊一聊 现在人工智慧学习 跟数据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新的商业应用 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活泼 不过呢我自己也是接下来这个单元的粉丝 那就是科技大叔说故事 他今天要说的主题呢是语音辨识 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跟Siri说嗨Siri或者是Google 他帮我们查询天的天气等等 他的辨识系统到底是不是有很多个不同的标准呢 接下来语音辨识他会有什么新的发展 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 接下来是科技大叔说故事的事件 欢迎收听科技大叔说故事单元 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 今天大叔想聊的主题是语音辨识的多重标准 上周大叔搭电梯的时候 偶然碰见两位外籍路人在聊天 他表情是非常生动又手足舞蹈 那大叔好奇侧耳一听 这个语言听起来感觉熟悉又有点陌生 那一问朋友 朋友说那个应该是菲律宾人在说英文的 确实同一种语言因为不同的国家民族 他发音的习惯的不同 他产出物也会有些微的差异 这让大叔不禁好奇 近几年很红的这个语音辨识 不知道碰到这个口音很重的这个外国人 机器会不会也有这个辨识到自己很生闷气 这样子的一种情况 那语音辨识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这个1920年代的这个玩具狗 叫做Radio Rex 那你只要喊他的名字 他就会从这个小房子里面弹出来 那随后能够互动的这个语音辨识的洋娃娃等等 这种声控的副产品也逐渐的问世了嘛 到这个21世纪他就大放异彩 那智能语音助理像是Amazon的Alexa Apple的Siri跟这个Google的System 他们是这个人机互动的一个相关的品牌 但是口音确实给这个语音辨识系统的成长 带来很大的挑战哦 因为我们以这个英文辨识来说 对于他这个母语 不是这个英文的这个外国人而言 他讲英文就会受到这个母语发音习惯的影响嘛 从而产生了所谓的这个中文英文啊 欧洲英文啊 印度英文啊等等 那对人们来说啊 口音带来的这个异国魅力啊 对于机器啊 就没有那么浪漫有趣了 确实啊 目前这个规模较大的这个语音助理开发商啊 大多是集中在美国弃谷啊 这也让这个口音的这个语音辨识啊困难度啊 蒙上一层哦 因为国际不同而产生了这个社会意味的一个偏见啊 Kaggle的这个数据科学家叫做Rachel Tettman 她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哦 她就曾经说过啊 这些系统啊 最适合白人啊 尤其是来自于西岸啊 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美国人啊 因为打从一开始哦 他们就是使用这种技术的一个群体 那口音辨识训练跟一般人工智能训练模型是差不多啦 都需要很大的资料库来做一个反复的训练 那么针对最大使用族群来开发 以他们的样本来收集 作为极大化的考量 好像看起来也是合情合理嘛 今年八月啊 由英国BBC主导和微软的一个合作 开发了一套听得懂音识口音的这个语音助理 叫做BEEP 它不只能不只是辨识能力很佳啦 它还会说这个音识的笑话啊 那英国虽然领土范围不大嘛 但是不同口音的密度算是相当高啊 那内建于这个BBC网站和这个iPlayer TV里面 那么这个被刻意打造出来的音识生态系 它并无意走进这个全球市场 它只是为了服务自己的用户嘛 至于台湾啊 最新的医护版这个Siri 在今年七月啊 由伪创医学这个开发落地 那这个医院啊 语音辨识系统最困难的部分是 这个医护人员沟通时啊 常常是夹杂的一个中英文嘛 那这款医护这个语音辨识系统啊 能够同时这个辨识中文跟英文哦 它打破一般系统一次只能辨识一种语言的这种限制 最特别的是这套医护版Siri 还能听得懂台式英文哦 综合上述啊 语音辨识系统啊 如果没有因地制宜啊 按照地域来打造这种多层的标准啊 它似乎也蛮难这个满足我们这所谓的地球村的所有的居民嘛 但是你要是一村一卒啊 都不放过了 这样子去搜集资料 这又和市场的效益相违背了 那语音辨识系统的多层标准到底要有几层呢 这还是挺值得各界相关区研究的一个主题呢 那今天的故事说到这里 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 我们下回见哦 欢迎回来到节目现场 今天在我身边的嘉宾 他是罗氏数位的共同创办人间执行长 李志敏先生 大家都怎么称呼你啊 叫Jermy叫 Jermy欢迎你到节目现场来 然后先跟观众朋友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嗨大家好 你过去在14年的工作历程里面 都是跟互动设计跟人工智慧 跟科技跟设计整合在一起有关的 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这么醉心于这个领域 这个领域发生什么魔力让你这么喜欢 其实自己本身是喜欢玩游戏跟玩术 你在玩什么游戏 大概都是一些单机的啊 像单机的游戏 对啊像PS4啊 因为我网路游戏很少玩 但是觉得那个画面很漂亮 是 然后又有很多有设计的元素在里面 所以就觉得 觉得我对艺术设计还有 还有这种互动 相关的就觉得很有兴趣 你从游戏出发 只有发现互动这件事情很酷 对对对对对 在学界里面是不是现在最厉害做互动设计的 是台义大 北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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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义大讲出北义大 北义大的互动设计系很有名 它是以游戏为主的 还是以 它是以艺术 艺术 领域也主 它比较 因为其实有些 有些像科技艺术这种东西 它会太偏科技 可是其实还是有一些艺术还是有艺术的想法跟本质 嗯嗯嗯 那我觉得台义 呃 北义大 不要被我带错了 对 北义大它比较 比较偏艺术 比较偏 偏艺术 对对对对对 更侧重艺术棉这一块 对对对对 你自己咧 我自己是比较偏 funk for fun 乐趣 乐趣 对对对对 好我们就从乐趣开始吧 你跟我讲讲看 这工作你14年以来 你做的案子里头 你觉得有哪些是超级有趣 而且到现在你强点就觉得 哇 超好玩的 超屌的设计出来了 就是我在6年前做了一个 那个帮艺人堂广告 做了一个那个天津的百骏图 就是百骏图就是100匹码里面有 8匹码是最有名 8骏是最有名 然后他要 他要我在那100匹码里面去辨识出就是 辨识出那个8匹码的特征 就是拿着iPad要扫到那个8匹码 然后要可以在100匹码里面辨识出来 然后我就 然后我们就想了很多种方法 然后我觉得那个很有趣的过程就是说 因为码都长得很像 那你要想办法去把它找到 然后我们就利用一些影像辨识的技术 可是又发现又不太准 然后我又想到 为什么影像不太准啊 因为他码真的长得太像 因为古化的码都长得很像 哦 对对对对 那每一匹码都有他的作用 比如说他在 那我答断你一下 委托你的人是谁 一言堂广告 广告 对一言堂广告 因为一言堂广告的老板很喜欢做艺术的东西 但他是怎样 他为什么需要这个东西 他那个场景是什么 难道会有一天到晚找他100匹码 要他辨识那个8匹到底在哪 那个场域就是说 你来看这个摆讯图的场合 我懂 每个人都可以拿起一个iPad 然后找到那个8匹在哪里 结果他们到底在哪里 在天津 不是我说那8匹在100匹里面的哪里 就在240米长度的画里面 哇塞 然后分布在8个区域 哇塞 那你后来怎么 我们用一点搭配 后来的解决方法 就是搭配一些室内定位的技术 请说那是什么意思 是因为就是说 我们把整个240米的 马又不会动他在画里 他那 没有就是 分成8个区域 然后因为动画这种东西 马他可能这个时间点在这边 对 这个时间点在这边 所以我们就分类说 这个时间点哪些是在这边 再去筛选过再去搭配影像辨识 就很准 我听不懂什么叫什么时候在这边 他不是一副静止的画 不是不是他是动画 他是3D动画 他是3D的动画 对他是一直在动 所以这是难度高的地方 因为他的马一直在动 他在一个240米的荧幕上的动画 对他是投影 投影 哦哇 投影对他动画 那他在 他有时候自批马会在这个位置 批马在这个位置 他一直在动 所以是难度很高的 你完全用影像片是 其实是有一个难度 对 哇塞 现在我在哪里看得到这个东西 现在 现在在广州 现在在深圳可以看得到 在深圳可以看得到 对啊对啊对啊 那但是现在 因为疫情关系 所以他是一直摆在那边 没有人去看好可惜 好可惜 所以那个时候说你用到这个 动态定位的技术 再加上 影像辨识这两个一起 还有什么这样的例子 我觉得很苦 再来就是我自己婚礼做的作品 然后 就是我帮我 我就为了 我老婆 对然后我就做了一根柱子 然后那个柱子是一些影像在上面 就是有一些贴图 你跟他之间的回忆 就比如说有一些图腾啦 然后我就用手机去扫那一个 那一个 每一个图腾 那个图 那一根柱子 然后 有就来我参加我婚礼的人 他 他的他只要扫那个柱子 就他他给留祝福的话 祝福的话 然后他就 那个祝福的话就环绕在那个柱子上面 立刻投出来 对对对对 立刻在在在 没有在手机里面就一看 透过手机就可以看到 对对对对 哦等于是用手机看那个柱子的时候 萤幕上面会出现 手机萤幕上会出现那个字 对对对对对 然后啊 然后那个 甚至我在那个婚后的那个婚礼小礼物 然后那个小礼物就是我还有做一张小卡 然后你那个你只要辨识那张小卡 然后一样也是拿 透过我的这个App 烧那个小卡之后 然后他就那些我的客人他的留言就会也会他带走 他也可以带走 我可以看一下那个 你婚礼的照片上面让我来形容一下 你找一下我来讲一下 所以目前为主我听到的东西 你都是人跟你的这个物件是有互动的 但是透过一些技术的方式 是一个影像是不是 一根柱子图腾 但是 做一个M 这个APP叫祝福 祝福 祝福的祝福 对对对对 这是我自己做的 这个APP是我 这个祝福也是我自己做的 这个祝福也是我自己做的 你先扫了 我懂了我懂了 然后就一留言之后 你就发现 就有东西 上面有字 然后先第一步先输入逆程 你来参考客人是 比如说Jeremy我参加 然后 然后你就开始出祝福的文字 要幸福啊什么 然后呢 你就慢慢的把手机手上手 对准它 就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对 这些 这个不存在在这个 哎呀 像这样 它打的字 它就会环绕在这个桌子上面 哦 我懂了 好啦 的确就是一个互动设计的体验 在你的婚礼上 他老婆很能够接受这件事情 可以啊 当然他是觉得说 你那么高刚干嘛 你就好好的 不要那么累 参加一个婚礼 弄好一个婚礼是吧 这是你自己的婚礼 当然要把自己的 哦 所以的确是有一种 系统整合啦 设计啦 跟科技的元素在里头 是啊是啊是啊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我现在就是我们就是跟 我之前是在远传嘛 然后我们的APP 做的APP 都有得过一些奖 很多奖 我昨天在看你们的列奖的时候 就哇 漏漏灯这样 然后后来就跟一些志同道合 就开了这个螺丝书 然后我就 来做这个 做在创这个业 就想一些产品 想一些有趣的东西来玩 给我一个例子好了 具体找你们的 比如说客户长什么样 他们需求是什么 我们最近的客户是故宫博物院 对啊我们帮他做一个线上看涨 然后用VR 用不用下载APP 因为现在下载APP 那你给我看 好 不用下载APP 那我要登上哪里 故宫的官网吗 对没有你直接上网 然后它是 收故宫博物院 可不可以LINE AT 没有没有不用 不要吓我 都不用登录 都不用登录 因为我们会觉得体验很重要 对 对啊 你如果还要登录 又要载APP 这个体验 对不知道 那么多部我早就懶了 就是会觉得好像使用者 就我们也不喜欢说 使用者会这么麻烦 所以是一个连结吗 对 所以我的登录界面是什么 你给我 看一下 它就是网页 一个连结的网页位置 好 因为我们的那个网速 比较慢等它一下 然后呢 它LOG进去之后 它就是一个360的 对 它就是360的线上导览 它就是360的线上导览 然后你可以逛一下这个虚拟的展览 我可以拖曳啊 可以拖曳 可以拖曳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展 这个展的目的是什么 嗯 然后我们就标榜说 我们创造 只要有一个主题的展览 对不对 我们在三个礼拜内 我们就可以把一个展览做起来 就是现场它已经布好了 你三个礼拜 就可以让它完全VR 线上化 对对对对 这是我们最近最新的一个产品 嗯 这个我完全可以想像 因为顾翁博物院在数位化这件事情上面 他们真的蛮积极的 尤其是甚至现在 可能跑不出来 南院啊 甚至现在南院它想 因为南院才刚出来 所以又有疫情的关系 所以现在线上展很重要 好 可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一些 好像都没有提到 就是团队今天很希望可以 请教你的重点就是人工智慧 在这一切互动里面的 它扮演的角色 其实它在互动跟APP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对一般人就觉得可能想像不到 对啊比如说我举例像刚刚马 那你要配合影像辨识 那个元素也要加进去 然后你要观察古画是什么元素 然后有些想像力融合 然后再把它弄成科技的程式 嗯嗯 然后机器才辨识得出来 然后甚至还有就是像那个 那个我们之前有一个客户 他要求我们要 不要去接触到桌面 就是桌面 它的萤幕在桌面就对了 但是它的手不希望你去碰到桌面 因为它是玻璃 太敏感了 它怕有手印或什么 所以它只想要这样挥 那你这样挥的话 然后我们就用一个人工智慧去训练 各种手 什么叫做手 嗯 然后就很多手的照片 未进去训练 然后知道特征 之后它就会知道 你就可以手挥动 就可以控制滑鼠 嗯嗯 对对对对 那所以其实人工智慧在互动领域 在网页领域 其实本来就有很多的 那个使用的场域 对啊 那包括你们现在在做的 比如说替客户提供的产品里面 也很常用到这个技术吗 嗯 还有一种客户产品就是像资料摊看 就是像那种 资料摊看 什么产业会需要资料摊看 嗯 像我们之前有帮一个客户是做那个房屋买卖 嗯 然后他们的资料是 比如说我举例 你这个客户 你来看我们的网站 然后我把你的兴趣记下 嗯 然后我捞出来的资料是符合你的兴趣 有兴趣的物件 电商 对电商 然后我之前带在电商领域也是在做 常在做的这个事情 嗯 资料建模 就是跟个人有关的 对对对对 然后你可能 取向 可能你看过这个网页 你的兴趣就被我拿到了 然后我就稍微 帮你从资料库里面找出你喜欢的 这个是数据啊 这不是人工智慧啊 它是啊 它是一种 嗯 嗯 我从你的数据 就知道你 然后为什么网页知道你 它知道啊 它学习 它学习到啊 对对对对 明白 那我们那时候在 在电商做的时候 很希望做到的 的 的感觉是 使用者看 每个人看的首页都不一样 就是你看到的首页都是你喜欢的 嗯 对中国大屋最有名的做这个是放在新闻媒体上面 他们就是今日头头你可能一定也知道 嗯 它说一人千人千面 你进去的首页面 它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 就是那电商也是这样的是不是 对啊 甚至之前阿里爸爸有做一个APP很有趣啊 它就是扫你的脸 嗯 然后 它除了会跳一些相关的产品出来 嗯 它还会有 对因为它是新年 它在讲新年 嗯 跳一些你喜欢的产品在下面 甚至还帮你 你是一个辛劳辛苦工作的人 对不对 它就帮你下了对脸 嗯 下了那个春脸 跟你有关的 的春脸 然后什么什么新 它下的那个春脸都是 用你的人脸特征 每个人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 准吗 我觉得那个是芳妮 很好笑 对对对 有点有趣 有趣对 但是下面的那个物件我觉得有一定的根据 还蛮准备 就是它平常喜欢在网络上面逛整 对对对对对对 但那个春脸是有趣 哦 现在还有吗 现在那影片还在 我可以传言看 再看一下 好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问呢 是因为其实节目上面问了很多 不论是在商业上面的啦 或技术端啦 或人工智慧的运用 可是一般人 比如说像我完全没有任何技术背景的 我要怎么进入人工智慧的世界呢 没有任何背景 我是想说 其实我觉得人工智慧要看场域 你不能说 你想要做哪一类的辨识也好 你想要了解什么也好 其实是 端看说 那个领域 你要多了解 就是比如说你 主意来说 比如说你要做医生产业的能工智慧 你不可能 哦 我懂 我不可能连 医学基础知识都没有 对啊 对啊 像Google有个案例 我觉得最厉害的 是它 去模仿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名画的笔记 然后再帮你 把你的脸啊 或是 别的照片 画成那个名画的样子 比如说我喜欢泛骨的画的笔触 然后它就把我的照片 画成泛骨的女人 对啊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那个工程师 他没有这个艺术背景的话 或者说他们这个团队 没有一个艺术总监的话 他怎么知道 他的笔触 他的 他对这个艺术 艺术使不了解 他怎么知道 我懂了 所以我听凯人工智慧 的学习跟技术 是1加1 是不是 就是你原先那个领域的 对 领域知识你先要有 再加上人工智慧的技术 你才可以完成一个使命 那没有这样子 就 我觉得很难做 因为 因为 因为你就会觉得 那从哪里开始 你就会很表面 对啊 那从哪里开始 我觉得 我是 其实因为人工智慧 其实很早就有这种东西了 很早之后 然后 后面才开始 因为 晶片嘛 晶片运算速度越来越快 然后 导致说这个产业大爆发 那 我接触到这个的时候 其实我是自己去买书来学的 你自己学的 你不是在学校里面学的 我不是在学校学 因为学校不会教 因为它太新了是不是 对对对 那你怎么学校不会教这个呢 因为学校 它基础 你基础知识都来不及教啊 还会教应用层面 当然是你自己要去探索 所以你是自己买书来学 对我是自己从 因为人工智慧很注重 注重数学 所以你要先去买一些数学的数 蛤 人工智慧很注重数学 对对对 然后你要先从最基本的数学开始看 那你其实 其实我就是觉得说 你也不用到 真的 你当然愿意去 验证实际去算过 是最好 但是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你至少要了解说 这个演算法大概是在做什么 嗯嗯 所以你如果是 在这个 这个project里面 你不是一个 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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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是一个PM 你可以知道 这个他做的这件事是什么 诶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啊 人工智慧最常用的演算法在做什么 诶 其实最常见就是 像那个 人脸辨识啊 这种啊 然后他有一种 叫做 那个 classified 就是 他会辨识出你是男生是女生 叫做分辨器 对啊 这是最基础 这个我们听了很多了 有没有再难一点点的例子 再难一点点喔 再难一点点 就是比如说像 像那个 那个 你要如何判断这个桌面是平面 哦 他是一个几度空间 对 对 然后还有甚至像 像你的人体 你的形状 其实现在不是都会用一些深度摄影机 去判断你帮你去背 你就变绿幕了 然后把你的背景都去掉 然后你的人就会跑出来这样子 那 那 那 这种东西 也是 我只要用一个相机 然后我再去判断什么叫做人 什么叫做 背景 然后 就可以分离出来 嗯 然后像这个平面三路空间 就是 我知道这个平面 我就可以建立一个3D环境 这些都是 这扩增是不是 对啊 扩增出去 很多 很多那个web把的扩增 很多都是用人工智慧来做的 哦 所以我们以为就是那些很酷炫的东西 也不只是互动设计那边飞来飞去而已 其实里面是有人工智慧的 感测器结合人工智慧一起 对吧 像它目前大部分是这样的 感测器加人工智慧 对 所以因为我一般在看到报导的时候 我主要看到感测器比较多 它的技术运算面都没有人在讲 感测 感测器是辅助说你那个人工智慧 你做的这个辨识会更准 对啊 那如果说没有那个感测器 当然也可以 只是速度会相对慢很多 而且会变得比较不精确 就像那个深度感测器啊 深度感测器 就像Apple为什么它前面会有这么多镜头 然后它除了要判断你的 不是要解锁吗 对解锁你的人 人脸嘛 然后它的凹凸 凹凸都有判断出来 它是针对你这些人脸的凹凸不一样的面 去判断你是 所以你拿照片是没办法 嗯 对那所以深度感测器 再结合深度感测器 它比如说这个面是这样子 嗯 这个3D的面是斜面 然后它的 它是斜面 然后它每一个面的面向是不一样 它就这些数据去判断 你这个人是不是 对的 嗯 是不是真的人 不是哪一个 有一样五官的去验他 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感测器是 真的是辅助 让你的东西更精确这样 所以我们其实看到那些娱乐 或者是互动的设计 其实背后技术层次是很高的 对对对对对对 他们 那要尊敬他们一下 上一位来宾才刚找到很多 在文化产业里头 用到ARBR 扩增光的投影啊 光雕啊这种技术 这一系列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的 娱乐产业也会用到人工指挥机 也会啊 像那个 像有一个公司 他们专门在做那个 做那个什么 那个 他们有一个相机是240fps相机 嗯 他会判断你的 那种试子很高欸 很高 然后 他的手啊 你只要那个 他上面那个贴片感测器一挥 你的物件会马上反映到 那个摄影机里面是什么位置 虚拟跟实景是结合 我听不太懂我一挥我就 就是你的手 假设你一颗篮球 你布好一个感测器在上面 嗯 然后你用这个他他专属的相机拍 他你这样抛 他在虚拟的世界就真的这样动 立刻在萤幕上面 立刻萤幕就这样动 这是什么成像啊 他是 对他是一个 有点像是那个什么 那个 我们在做虚拟摄影棚会贴那些 人的 在人的身上 但是他是应用在 就比如说他还有一个场域很有趣 你在开卡丁车 就是真的车子 可是你的场景是 你的场景是真实的场景 你在开车 可是你看到的影像是卡通的景象 可是很准 明白了 对对对很准 而且他最近那个任天堂也有出类似的产品 这个我非常好奇 我们修一下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因为我觉得这是下一个世代虚拟整合的一个交界点 我在开卡丁车 但是我看到的不是现场 我们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 刚才我们在进广告之前 讲到用VR的方式看故宫博物院 到底怎么看呢 刚刚终于跑出来了 你说他最厉害的是这只鸭子 怎么让他动一下 对然后我们现在来到这个VR展览馆 那你看你就可以这样转 好像人就在这个故宫博物院里面吗 对对对 然后我拖移他 对然后拖移到那个点 点一下刚刚那个 这个是一个多宝格的展览 这个点 哪个哪里有点 哦我懂了 对然后进去 然后你就会可以看 比如说这边是一个展品 那你再看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展品 然后甚至还有一个模式 就是比如说你这样子横着放 它就变这样子 嗯 然后你不是有VR眼镜吗 嗯 我知道了 我们再切一个模式 嗯 它就变两格 我知道我就看起来像是360度的这个环境 对对对对 然后你就把它带到那个VR眼镜里面 然后放到头上那里 然后你刚刚说只要展览簿好了 上线时间是三星期 那里内就可以上线 第一个礼拜先拍摄 我们要去现场 各个拍嘛 对对对对 现在拍VR还是一支上面有加各式港360的那个镜头 还是这样 高级的对 然后甚至要搭配车子 对 让它稳定 对让它稳定器 那为什么 不好意思我想请教 因为我看别人拍VR 我觉得好笨哦 都是现在的技术这么厉害 为什么还要 为了建构这样子VR的场景 要一 要那么多颗VR的镜头 其实越多颗越好 因为我们现在最近购入的设备是 一台将近20万的一台相机 然后那相机有8 12颗还是8颗 8颗VR的镜头 对对对 然后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般都是商业用的 我们自己在用的商业用的相机是 一格而已嘛 半球 两个半球 那两个半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像你这边是低光 这边是高光源 这边是低光源 所以它在接缝上面 它没办法运算得很准 这高光源它的ISO值 它会突然变很高去判断 然后这个ISO值会比较低 它的杂讯比较少 它的接缝会越来越明显 嗯嗯 可是越多颗镜头 它用一些演算的技术 它每个拼接 它会越分散 它的接线就会越少 哦我会这样子讲是因为 也跟观众科普一下好了 就是其实现在VR的东西 是最后还要把这些影像拍摄影像 缝合起来的 对对对对 所以你刚刚讲的是 如果它们光接不均匀 其实合起来之后 就会看起来很怪怪 对会有接缝 会有一些奇怪的接缝 那当然这个 像你这个又有一些 那个演算法在里面 就是它接缝怎么让它顺 最新的软体 有一个东西叫Mocha 360 它就可以 它用一些database 什么云的接缝 它就判断说 云就是长这样子 它就自动帮你补肩 这也是一种人工智慧 那为什么 这种实际见景的那么难 这个我在Facebook上 上传一个VR 360 好像很简单 然后之前不是有出那种超小的 我出去玩也可以 往上丢就拍了什么的 这种很小的360相 因为像这个商用的话 它的像素会比较差一点点 可是商用的话 它其实 你说一般日用的像素会差一点 对对对差一点 然后它你也不喜欢 那for fun就好啦 对 可是像我们这个 你第一个网路速度要快 嗯 所以它low进去那一瞬间的时候 它像Google map 很快就分割出来 很快就出来 嗯对没错 一个一个先 对对对 那你不可能说 我让它整个一起low 那user不会等那么久 对所以 所以第一个分割 第二个要像素要 而画素要高 嗯 所以解析度好 然后这时候看展体验才会提升 这样子 明白明白 所以跟一般我们日常用的 对甚至你 上传照片不一样 因为在低 展览都是低光源嘛 对 甚至还要搭配稳定器 不然它其实晃动 它的那个 很快就很容易模糊 嗯嗯 对对对 好 我们刚才在进广告之前 我也听到了一个 我自己会很有兴趣的 就是说 我们一直觉得说 下一世代的娱乐 或我在看什么东西 玩什么东西 好像很很很前面很酷 但其实背后有很多人工智慧的技术 嗯 你提的一个例子就是 玩卡丁车的时候 嗯 因为我自己爱开卡丁车 我自己也喜欢玩 呃 跟卡丁车有关的游戏 嗯 那那 你是说我可以真的去开 但是我看起来很像在一个赛道里面吗 真的赛道也可以吧 我想要玩马力欧的赛道也可以吧 是不是可以做到的 像那个 那最近那个任天堂出的新产品 你知道Switch吗 当然 对啊 那Switch这种 这么大家都知道的东西 它还出了一个很酷的东西 就是 它真的出了赛车的玩具 真的赛车 然后 就马力欧的赛车 然后那个马力欧差点有个镜头 在上面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在讲 真的是马力欧 开的那辆车 对 你开了 你用了Switch控制那个赛车 对 赛车在跑的时候 它有个镜头 你在里面看的镜头是 现实的镜头 再加虚拟的在里面 你放一个龟壳出去的时候 打到龟壳 对方如果被击中了 他的赛车会定住不动 你会继续走 在这个画面里面 你是看这个在打 但我在控制一辆真的车 对 那它上面有镜头 你看到的是真的赛道 再加虚 在里面看到一些虚拟的东西 那我岂不是要有一个超级 大的场地 对不对 然后它就会出那个套件啊 比如说 叫你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那个 那个旗标 旗标 旗标其实就是感测器 对对对对 然后它就会 帮你组成一个赛道 你就可以另外一个人 有一台赛车 就真的在那边比赛 实体的玩具 实体的玩具 实体的玛丽 实体的玛丽 我要疯掉了 对啊对啊 在日本卖起来了 最近最近才出的 最近才有广告的 好啦大家就宅在家里就好啦 或你有一个小后院 你大概知道那个赛车多大吗 大概这么大吧 这样子 这么大 那所以比如说我可以 我们四个人组一队 其中一个人去买一个这样子的赛道 然后一个人买车子 对啊对啊 我觉得它应该不会这样买 它应该会想尽 想尽办法 想尽办法 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赛场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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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一定啦 因为它还没有释放出那个Package 但那个 那个Trailer 就是那个影片已经有 就是它真的会买 那是玛丽歐35周年的作品 玛丽歐35周年的作品 所以我以后不用再看电脑螢幕上面 它游戏内建的场景了 对对对对 我看的是我的螢幕 但是车子实际发生在现实上 对你是真的 然后你不小心撞到墙壁那也是 它除了撞到墙壁 你看到它撞到墙壁 它还会有火花出来 在螢幕上 但墙壁是日常生活真的墙壁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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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个世界变这样子 我猜应该会卖得很好 但是酷炫稀回 这背后用到的技术是什么呢 就是它那个 第一个它当然 它会先用一些感测器 它那个赛道的那个 奇标 我打断你一下 这样我还要是大地主耶 我不能是一个凹凸不平的地 给大家玩 我也不能是充满障碍物的地 我要是一个平坦地 这样子才越有可能 搞不好有啊 因为我看它的demo是 斜的波也可以 所以我也可以带去公园 我也可以带去户外 这个我保留 我们等 这你保留 等它释出 释出之后再看看 这也不一定是要都平坦的地 我都整好了我才可以 对对对对 没错 马力欧好厉害 你继续它背后用的技术 然后 第一个它就是 那个它 就像我刚刚说 它要制造平面 地板 嗯 那 你只要地板 然后3D空间 才会建构出来 所以它先探测 地板是 什么样子的 地状 对对 它把那个 最近不是很红特斯拉嘛 它那个 它的 特斯拉车子前面 都有一个感测器 会照地板 对 然后它就知道 那个赛道 多大 多大什么 对啊赛道是长什么样子的 对对对对 多大 然后它就会知道说哪边有 除了地板判断出来 那你的物件 再用感测器去做机械学习 这个叫做三角追 这叫做什么 然后把物件都判断出来 变成障碍物 虚拟空间都建构出来 是 特斯拉也是这样子 是 所以有一个感测器在里头 对对对 然后再用人工智慧的方式 学习那些物件的特质 然后产生那些障碍物 跟side的道路出来 它自动驾驶才会跑出来 你才会知道撞到什么 这样子 好我想要问一个 因为我今天拿到这个 节目单上面的这个 制作团队问的问题 实在是蛮技术的 我一开始就是蛮 蛮怕问不好的 但是我现在脑袋里面 浮建了一个更技术的这个问题 既然人工智慧 可以做这么多的事啊 那你们也知道 人工智慧的技术 到底是怎么做的 那现在网路上面超红的一个字 就是反人工智慧 你就骗机器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技术的应用是什么 说实在话这个我 这个我还 可是你也听过这个吧 因为我在网路上面 看好多的贴文 大家都是故意去反训练机器去骗说 其实你看到东西根本不是实际的 以马利欧的例子来说 好了他就有办法去骗机器 在感测说 其实这里没有一个凹槽 或者没有一个障碍物这样 嗯 这是有办法做到的吗 理论上 可是我是觉得这个有点在 有点在去找他的bug 对啊 嗯 我就是说他是看说他 有很多 而且大部分都是技术的人在玩 对啊 没错没错啊 还有駭客在玩 駭客在玩的 駭客 那我是觉得 因为我们都是比较没有在 没有走歪 没有走这个地方 没有想要破解他 没有要破解人工智慧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就是观察 我们都是比较偏观察他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我不是专 比较少去观察说 反向的 你反人工智慧反大数据 最常用的就是 政治选举的时候 你去创造非常非常多的假资料 你去影响网路上面的风向 这个也算是一个 也算是啊 对啊 无染人工智慧的 演算法的一个过程 对但是我会觉得这个 这个我们 我比较没有在 我们没有在接触这个 对当然是没有 我就说业界上面最近是不是 是对啊 是啊没有错 他就判断说这个 风向 他就带这个风向 然后是用机器人的方式 嗯嗯 然后去回应 因为这种 其实这个技术 也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什么 很艰深的技术 他只是一个 有不需要很厉害的駕客 对他只是反过来 反过来去应用 对所以 只是这个风 带这种风向 搞不好现在川普 或者是像很敏感性的政治 这些毅力 背后都有这些在运作 不是搞不好是一定有了 16年都有了 现在怎么会没有 我讲比较保守 你讲比较保守 好好好 欸我有一个问题 因为你提供的这些东西又很好玩 然后也很先进 一般 呃业界企业主对于这些东西 一来他们知道吗 二来就是说他们知道 他们真的会想要吗 我觉得 呃客户他们最常问 当然是 那我觉得预算 我们不要先不要讲预算 那我是觉得说 有时候是为了科技而科技 喔他想炫 就是 对啊他只是想炫 就想炫这样 就只是想 没有什么用处 他也无所谓 他只是觉得说 我就是要玩这个 然后 那我会觉得说 其实 其实这个我 对我来说 我还是会帮他想 帮他想一下 就是说你要 要怎么做 可能会比较有趣好玩 而不是说 只是为了做而做 然后 但人工智慧大部分都 大部分都不了解 它是什么用途 对啊会很难 对对对 然后他们也想不出 有什么场域 只是觉得说 我这个产业就该做 但是他不知道目的是什么 那所以通常 你进去跟他们谈的时候 会也帮他们想好 一个是真的值得做的场景 对对对 我说你们真的是要做这个吗 还是你们做这个 真的有意义吗 那你没有为什么要 花这么多资本 钱要做这些事情 对啊 所以你才是推生意的人 不是他们很难被说服 是你觉得要 真的有结合的意义 你才想做 对啊 因为这个也是 为我们大家 为我们大家好 因为其实老实说 你 好我帮你做下去了 我 对我来说 我就是收钱 你应该懂我 然后对他来说 他要做生也很难做 因为他已经做 只做表面了 我要帮他做生就很难做 嗯 所以倒不如一开始就 就先讲 我做这个好 我可以帮你做 我只是跟你讲 后果会是发生什么事情 那 你可能要去把它 就是你还是要想一下目的 不要只是为了花钱 那我们不讲负面 那你觉得你刚才跟我们讲的 这个故宫博物院VR的案子 的确就是一个有具体场景 而且有需要的结合 对对对对 没错的啊 对因为 故宫打算把每个展览都变线上 线上化 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 所以当初我们在做这案子 他的需求就是要 第一个模组化快速上来 嗯 所以我们 就达到这个需求 然后 接下来 结合线上的展览 他只要一有一个展览 我们只要想一下首页的创意 嗯 首页的创意 然后背后的那个逛展的那个 那个机制是固定 嗯 然后就顺顺畅畅的 看完展 达到线上看展的需求 再加入 声音导览的要素进去 嗯嗯嗯 对 这样子他们就可以在线上看展 所以你才觉得这个有解决到 而且甚至未来啊 甚至未来还有一个应用是 我在线上看展 我先预付20块 先看几个场景 嗯 我想要看更多的 如果我想看更多 我就付笔 我看完整 我就付比线上看还要便宜的价格 那如果说你又想到线上的价格 你还可以用这些 你已经付过的钱 再去折价 嗯嗯嗯 就是线上再带到线下去 嗯嗯嗯嗯 对啊那这样子 我到线下还可以用便宜的价格 因为我在线上有付过 我懂了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也会结合更好的经济的商业的逻辑 对对对对对对 没错 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觉得你做的事情非常非常有趣 我希望还可以 大家多多去看你们的网站上面 看到更好的这个事例 大家怎么可以去找到你们的网站呢 因为我们现在网站 我们还在那个啦 还在架设当中 不是架设是还在整理中 那Maybe下个月中就有一个新版 那大家记得去Google下个月的时候 罗氏数位 对对对对 非常谢谢今天你来节目现场 谢谢 也谢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收听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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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